日本日前发生了由漱口水药物引起的抢购乱象 宛如先前的口罩之乱、卫生纸之乱翻版 药局和卖场都出现缺货的情形 在网路上也出现高价转售的现象 三分钟速报马上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荒唐事件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日本大阪官员吉村杨文于8月4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具有特定成分的漱口水有助于抑制传染病毒的扩散 尽管研究尚未证实 吉村杨文的推荐却已造成该漱口水的销量俱增 该名官员与大阪市长以及医疗中心的研究人员一头召开记者会 公布了研究结果 研究组从6月开始到7月底进行了临床试验 并发表了使用含点漱口水可以帮助减少阳性反应的研究结论 研究人员以41名轻症或无症患者为对象 一天使用含点漱口水4次 连续使用4天 结果显示 使用含点漱口水的患者仅有9.5%成阳性 没有使用含点漱口水的患者 仍有40%成阳性反应 之中明显存在差异 吉村阳文对此结果呼吁大众 可以透过漱口水减少唾液中的病毒量 进而避免飞沫传播风险 该记者会之后 不仅是大阪 日本其他地区的药妆店都开始贩售 吉村阳文所提到的口腔清洁剂 在网络平台还出现高于市价的行情 但有专家针对该口腔清洁剂的预防效果提出了疑问 关西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 高鸟毛敏雄却担忧表示 太过相信可以预防染疫的话 可能会造成危害 也有报道指出 虽然有可能可以预防 但41名的实验对象还是太少 呼吁民众不要听信尚未有完整研究的说法 而这样的说法也引来不少专家们的批判 吉村阳文于8月5日重新召开记者会 表示他的言语存在着一些误会 声明他并非只含点漱口水可以预防染疫 更不是治疗药物 他只是呼吁民众可以透过漱口 有助于防止疫情的扩散 今天的三分钟速报 先在这里告一段落 咱们下回继续 如果对此内容有任何评论 想分享欢迎留言 以及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